好,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他一刚开始的时候假设我要做影片的话 我们需要加几张的photo或者是video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去抓几张照片 做什么照片呢,做什么影片呢 比如说我现在我想要去做国立阳明大学的介绍 所以我就先打开chrome 好,例如说这是第一个画面 就是告诉别人如何找到国立阳明大学这个网址 这个网站好了 所以第一个画面是不是抓这个画面print screen 我们就先把它抓起来 可是这样子抓起来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只是把它储存 那我们怎么样留下这张照片呢 所以我们打开powerpoint 打开这个powerpoint之后呢 直接去做贴上 刚刚刚那张图片是不是就贴进来了 当然最好是贴到满版 可以吗 贴到满版 好,所以请你们先抓第一张,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我们这叫什么 如何找到国立阳明大学 那当然你们就做如何找到什么什么单位 你们自己的单位 所以接下来到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要在这里输入什么 国立阳明大学 然后点选enter嘛 可是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这个画面也要输入进去 所以先把它抓起来 clean screen 再enter 然后接下来到powerpoint的这边 是不是新增一张头影片贴上 把这张图稍微缩小一点 放到满版 那第三张图呢 第三张图 我们是不是要点它了 对不对 所以在做这个动作之前我们先抓图 print screen 新增一张头影片 然后贴上 然后回到刚刚 这一个画面 在做什么事情 点它 你看这样 我们是不是就进入到了 国立阳明大学的网页 就是我们来做一个 如何找到国立阳明大学网页 就像你们找 你们那个单位 然后print screen 新增一张头影片 然后接下来贴上 这样是不是就四张头影片了 等一下我要快速把头影片变图片 等一下再教你怎么做 我们就先暂时做到这边 你做你们自己的单位 请你做你自己的单位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这一份简报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